無論是聽歌、吃東西還是時裝 我們都流行中國風Fusion style 將一些現代東西結合傳統中式風味 那藝術又有沒有Fusion和Crossover呢? 上集我們看了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藝術家 怎樣向西方藝術借鏡 將中式水墨畫現代化 今次我們會倒轉講講西方藝術媒介的創作 又如何融入中國藝術元素和情懷 帶來一些新的刺激 但首先為何是六七十年代呢? 二次大戰過後 美國藝術界就興起了一種新的流派 叫做抽象表現主義 他們用狂野的潑式去捕捉藝術家的創作衝動 對於當時年輕的香港藝術家來說 這些暫身的表現方式非常吸引 香港作為資訊發達的地方 當然不會錯過這些最新的國際潮流 而其中一位深受啟發的藝術家 就是韓智芬 他用揮灑的筆觸、幾何構圖、拼貼和現成物件進行創作 而當中更加加入了很多中國傳統文化元素 韓智芬的這件作品《藍窩》 就吸收了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的形式 他用圓形作為主要的構圖 還加了車輪實物 將平面變成立體 他還結合了像中國狂草書法一樣揮灑的筆觸 帶著非前的物點動勢迫向靜子中心的緣 展現了動靜雙欣的哲學理念 在當時來說這種創作風格是非常前衛的 原來畫不僅只有平面 還可以加上實物 果然是潮 平面創作以外 當時的本地藝術家 也開拓了很多新的現代雕塑風格 他們將中國傳統哲理融入雕塑 結合天原地方、陰陽 去實這些中國古老文化概念 又或者甲骨和竹葉這些中式元素 創作在當時來說 好潮的中國風Fusion Style 歸甲和古籍中常見的蟲鑄痕跡 原來都是可以結合在現代雕塑裡面 大家可以看看張義的緣 就有這種古老原始的生命力量 而另外一位雕塑家文流 就用金弓漢節、塑膠採繪的表現手法 重新演繹傳統文人畫中 予以君子高潔的竹的主題 非常具有時代感 以及展現了現代藝術的抽象之美 這些由香港藝術家創作的作品 一方面帶有中國元素 同時亦具有現代氣色 中西文化的融合 傳統得尼摩登 現代得尼又有濃厚的古典氣色 受到當時國際藝術界的垂青 踏入當代 香港藝術家又如何進一步 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的獨特語言和風格呢? 我們之後一起看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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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